欢迎太后 大家好 我是斯文 今天我们聊选择 其实我觉得我这两年一直在做一个选择 就是我是选择健康还是选择事业 大家知道我昨天生病了吗 我那根肾结石复发 我现在还记忆游戏 就是我当时去医院取片子的时候 那个医生看着我的片子 真大 他那个高兴的样子 然后恨多给你击掌 Yo Bro 然后他自己看他还不顾应 跑出去 来 小张小李 进来来 看这个结石大不大 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 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我在旁边我都不行了 我说医生我疼 他说 看看 他开始疼了 你们说这个结石威力大不大呀 我的天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微博几十万粉丝的人 就看病真的很尴尬 一方面呢 你又享受不到任何特权 另外一方面 你还会被人认出来 我这次就是住在一个超大的病房 里面五六个伤害老阿姨 然后他们旁边呢 还有照顾他们的人 也是五六个上海老阿姨 就你能想象一个充满了上海老阿姨的房间吗 那个房间它是自带BGM的 那你一进去 哇 到处都是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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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加两句 哦哟 我当时就是在那个病房里 还被一个老阿姨认出来 她就想 哦哟 那个长大结石的就是你呀 我真是没有想到 脱口说讲得好 结石也能长这么大的呀 但我觉得那些老阿姨人都特别好 就当时刚住院特别紧张嘛 有一个阿姨过来安慰我 她说 哎呀 小姑娘不用紧张呀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以后你多来几次就好了呀 灵啊 然后就是就是 我们这个圣洁是经常复发的呀 你看阿姨一年来好几次 我说阿姨您是矿山吗 我说没有没有阿姨住在宝山 我这次住院 我觉得中国人真的很有意思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讲究极力 就对于那个数字啊 什么特别敏感 我旁边一个阿姨就是 手术当天她被排了第一次胎手术 特别紧张 一直在跟医生说 医生呀 为什么我是第一次胎手术呀 我还年轻 这个第一次胎手术不应该是我来做呀 然后医生跟她解释 阿姨没关系 你放心好了啊 我们这个医院呢 第三胎手术 然后就是第五胎 没有第四胎 放心好了 医生 那不就没了吗 我当时自己做手术 那天也特别的诡异 我记得当天 我躺在手术台上 那个手术都啪一亮 挖了几个医生戴着口罩 拿个刀围过来 你知道吗 我们都认识你 太难受了你知道吗 旁边还过女麻醉师 拿这么多粗针瓜 站在旁边 特别酷的 体重多少 我说43公斤 他好瘦啊 旁边还有个男医生 在跟他捧场 我跟你说啊 给明星打麻醉 手不要抖 小心他半身不随 你知道我作为一个 讲笑话为生的人 我第一次觉得 有些笑话 怎么这么残忍 那个女医生 跟他捧场 他说 我觉得这人好好笑 然后男医生说 你专业的 你说我好不好笑 我说医生 你看我都笑哭了 而且我做手术的时候也是 我当时做的是半麻 整个手术过程 我是清醒的 我一听那个医生 在给我讲解 他说 这里有个显示器 你看到的吧 一会儿你的手术全过程 会在这个显示器上 现场直播 现场直播你懂的吧 你们做电视的 应该很懂的呀 跟你们那个差不多 可惜我们这个就是 但是这个收视率不是太高 哈哈哈哈 他跟我说 当然把你这个播出去 那收视率应该蛮高的呀 我的天 然后我觉得 终于做完手术了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对吧 最后还有一个步骤 拔尿管 也很尴尬 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面 终于操作完毕 我觉得可以松一口气 然后医生说你等等 我说啊 脱口胸脚的蛮好嘛 啊 加个微信吧 我说医生 让我把裤子先提上好吧 我说啊 你提你提 我还请教他 我说医生 像我这个情况 出院之后 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他说啊 有的有的 你这个情况啊 出院之后就是要记得这个 不要吐槽我 我这个心患病啊 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我 就连张绍刚老师 都专门给我打电话 都是嘶吻没事 我跟你说 像你这种病病歪歪的 一般都活得可长了 我说张老师 虽然你没有生病 我也祝您长命百岁 我觉得这次生完病 真的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观 我现在觉得就是 如果你没有体会过幸福的话 那是因为你没有感受过 什么是真正的痛苦 我现在每次觉得 人生很苦的时候 我都会去医院看一看 我都会回到 我那个病房门口 闻一闻那个消毒水的味道 我就会觉得充满了能量 我跟自己说 一定要好好出去 好好生活 这个时候呢 旁边又想起了BGM 咋咋咋咋咋咋咋 我就说这个圣洁是要复发的呀 好 谢谢啊 我是斯文 好 喜欢斯文的朋友 不要忘了投票 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谢谢斯文 咱们这个作为著名的独立女性 去圣洁时看面也是自己去的吗 对 自己去的 那就不得不问了是吧 诚哥想哪去的呢 他在改稿 是这样啊 那咱们得搞点别的吧 尴尬了 对 尴尬了 但是今天感觉很好 这很好 我在那儿就听到你们的笑声了 对 而且我们两个人还交流了两次 就是说今天有点发了工的意思 是吗 对 看来治病有用 对 主要是诚哥搞得改得好 不要再提这个 什么时候写的 这稿子 这个是刚出院的时候 我可能是今天带着一个信念 就是我当时出院的时候 我就想说 这一篇我一定要讲给我医院的医生听 毛布衣感觉怎么样 特别好 我很喜欢斯文 谢谢 老师 谢谢 谢谢不紧张的毛布衣老师 谢谢 好客气 太客套了 好 谢谢斯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透透火火火 确实是这看片 我估计 这几位应该都体会过吧 我前两天去体检 做那个魏长镜 你们知道长镜是一种什么东西啊 我就不描述了 是吧 我就全麻 然后光着屁股 被推到那个长镜室里 一屋子女孩 然后她就给我闻那个麻醉的 我在昏睡之前 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 李大海能不能喝个饮啊 最可怕的是 我根本不知道我答没答应 我很害怕 我要是答应了可怎么办 斯文非常好 我们这一季呢 有很多大家都觉得 可以冲击冠军的演员 但上的次数都很少 有一个呢 就大家一直都很惋惜 上的非常少 但每次一上这个舞台 他就会上热搜 然后呢 很多观众就在骂我 说我们庞博人气这么高 你怎么不让他上台呢 不是我不让是吧 是他自己被淘汰了 让我们欢迎庞博 大家好 我是庞博 这上面还有梁海元的手汗 我的天 大家好 今天聊的一个话题是选择 其实对我来说 现在最大的一个困扰 其实反而是选择太多 那么就有时候打开手机 朋友圈 微博 几十个APP 上面每个人顶着一个小红点 每个都想看 那万一一点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然后突然幡然醒悟 两个小时了 好快啊 不可能吧 今天是不是只有22个小时啊 我甚至有的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很紧张 呆着呆着就要把手机掏出来 左滑一下右滑一下 长出一口气 如释重负再把手机塞回去 什么都不干 就是左滑一下右滑一下 看看 看看我手机里这些APP 是不是都还在 我觉得手机的拍照功能也是 我们现在看到什么都想拍下来 拍完了就什么也不看了 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是在摧毁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感受 你想一千多年前 李白去爬庐山看瀑布 壮观 想一想 写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落九天 我也去过庐山 我也见过瀑布 壮观 拍个照片 发到我的家庭群 是吧 旁旁一家金 看啊 庐山瀑布 我爸给我发一个这个 我给他回一个这个 发个朋友圈吧 配个什么文字好呢 查查李白怎么说 落九天落九天落九天 还是李白有文化 发送 成功 壮观 我们这瀑布 真大 有没有人给我点赞 我觉得李白也就是沾了没有智能手机的光 才能成为李白 不然他可能看到庐山瀑布也就拍个照片 加一个失先的水印 然后发给杜甫 杜甫给他发一个这个 他回他一个这个 而且手机现在还有一个特别可恨的功能 叫屏幕使用时间报告 就是精确地统计了这一天里 你花在每个软件上的时间是多少 我觉得这个功能真正的名字应该改成 来看一看吧 你这一天天的时间都浪费在哪儿的 而且我发现自从发现这个功能之后 我每天还要多浪费五分钟在这个功能上 对吧 就看哎呀 微信百分之十六 微博百分之十二 我倒要算算加起来 是不是百分之百啊 我觉得现在手机里提供的选择就是太多了 让我们很难保持注意力 刚刚李淡说 就前几天上了一次热搜 对我来说是一件其实很难得的事情 我很激动 我一整天晚上就一直在这刷手机 看着自己按在热搜榜上 从二十五到三十三到四十九 然后目送自己离去 特别的关注 无比关注 但是你无可奈何 无能为力 我就刷了一晚上 感觉我的手机越来越热 但我越来越凉 但是我发现 即便是 很难得一次上热搜这样一个机会 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也很难保持专注 本来我就是认真的在那儿看热搜 突然发现热搜旁边有一条新闻 标题是 科学家发现惊天大秘密 喜马拉雅山里面竟然是空的 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很好奇 很难不点进去 一点进去全是这种东西 是吧 孙悟空为什么唯独没有把人参果 分给白龙马 背后原因惊悚而温馨 毛不易出道前竟然做过这种职业 当众揭穿之后不禁满脸通红 全是这种新闻 就一条条点根本停不下来 我看了俩小时 我脑子里全是问号 孙悟空到底怎么回事 孙悟空取经之前 到底做个什么职业呀 孙悟空不是压在喜马拉雅山下边的吗 喜马拉雅山怎么就空了 孙悟空跑了吗 还是全球变暖了 我干嘛呢 我要看什么了 我知道搜的 全球都变暖了 怎么就火凉了呀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 人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 你已经走得太远 却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我甚至有点羡慕 我奶奶的生活状态 我奶奶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 她从来没有使用过手机 一辈子都没有使用过手机 坐机电话之后出现的那些 所有的电子产品 对她来说一样先进 一样神秘 智能手机 小灵通BB机 全都一样 离得远远 都不是怕辐射 就是怕漏电 她甚至不是完全清楚 我现在是在做什么 她一直以为我在电视台工作 但是她还挺为我开心的 因为她觉得我在我们单位混得还不错 她能看到吗 我们单位每年要开两次大会 上半年是脱口球大会 下半年是吐槽大会 她一看是吧 你看我孙子还能作为员工代表 上台发言 应该是还是挺受领导器重的 但是 当然我也知道 我说归说 羡慕归羡慕 你让我回去过像我奶奶一样的生活 我也做不到 甚至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在手机上 看我现在这段表演 我也很矛盾 是吧 我劝你继续看吧 我前面就白说了 我劝你放下手机 我对不起自己 你们自己选吧 不管怎么样 怎么选都不错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庞博 喜欢庞博的朋友可以投票啊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二一 请锁票 谢谢庞博 感觉怎么样 挺好 员工代表来往前 这样员工代表 我的大黄花呢 给我拿一下 之前庞博跟那个呼喊 俩人都叫家一个精算系的 一个程序员 算自己能进总决赛的概率 人算不如天算 好不好 我算的是半决赛 各搜这个东西 有时候在上面时间长 也会凉 你可以问问心姐 心姐前两天 王爷给你说的是自己 我们同病相连 因为好多人就说 磅礴的段子很有深度 然后说看那个 我看那个弹幕 不不不 我跟你没关系 好多人看弹幕说 那个说我那个 没有听懂 他的那个段子 我特别忠心地想说一句 当时就是没太多 但是回去我看那个 重播的时候 我就真的理解了 你在说什么 我这个真的 文化水平需要进步 是吧 毛病上次来 是不是跟他同台过 见过 你们认识是吧 老师好 同台过 同台过 是上一季总决赛 还是半决赛 是吐槽大会 你怎么都忘了 是下半年那个大会 对 我以为上半年 怎么样感觉 我们大王 特别好 但是为什么 第一季 我记得是冠军 对对对 上一季大王 却还要参加比赛呢 我看不出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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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